等一下 不能进去 为什么 这个吃货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来望 你将神牛大人送回酒楼后院去 你不能这样回家 那天窗病毕竟是上天降下的惩罚 虽然有了防治方法 但你身上难免会沾染一些污秽的东西 带回家里是不吉利的 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官人 我们去买点炮杖回来驱邪 用不用在门口再摆个火盆 放完炮杖 我再从这火盆上跳过去 什么是火盆 避邪啊 哪来那么多规矩 真的要放炮杖的 那好吧 去哪里买 自然是成外了 这次多买一些 明天在酒楼门前也多放点 要不然 没有人敢去你酒楼吃饭了 对了 那醉云居酒楼最近怎么样了 已经转让了 这么快 是啊 那姓周的 跟七八个末房掌柜的签订好了协议 结果你这里臭豆腐免费送了以后 大家都嫌弃他卖的贵 从十文钱十五块变成十文钱三十块都没有人买 都是只肯买两三文钱的 他没有钱给那些末房掌柜的赔 只能是将酒楼转让了 万事啊 这屋里怎么这么愣 两位公子是要买炮杖吗 要多少 是啊 你这里有多少 掌柜的 你这屋里怎么这么愣啊 嗯 我怎么忘记这个东西了 销石可以制冰啊 弄点销石 回去制冰 将羊肉冻起来 切起来不就方便了吗 虾兄 你在明珠财女府中住了那么久 身上沾染污秽的东西肯定不少 我看 至少得要买五十节炮炸才行 我去你大爷的 你身上污秽的东西才多 你这里的销石卖不卖 嗯 你是大夫 要拿这销石回去做药吗 什么是销石 这东西就是 药堂里面有销石吗 当然有啊 我这里的销石都是北方运过来的 有一些卖给药堂了 剩下的这些销石不咋好 才拿来制作炮仗 你们要五十节炮仗是吧 这就给两位公子装起来 你这里有销石吗 有啊 怎么 你头疼吗 这销石治疗头疼效果非常好 我另有它用 你这里销石多吗 倒不是甚多 应该够你用了 这销石都是那些药材商人送过来的 这些应该够你用了吧 那些药材商人 手里的销石多不多 这些难道还不够 公子 你要这么多销石做什么 自有妙用 好吧 应该是有许多 这东西的用量很大 我之前见过那些药材商人 都是一车一车的拉过来 那请许大夫联系一下药材商人 我需要两车销石 牛兄啊牛兄 我得占用你的一些地盘了 下掌柜的 你确定要改这样一座房子 要盖的房子实在是太怪异了 只留一散门 不要任何窗户 哪怕就算是牢房 至少也留一个窗户啊 要不然怎样才广 没错 就是这个要求 放心吧 钱一分不少的都会付给你们的 唯一的要求就是 要快越快越好 官人 这个冷库已经晾晒两天了 今天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会儿看看 来望 早上我让你把房间里 按我的要求铺好棉被 你都铺好了吗 虾哥是不是傻了 给房子铺棉被 怕这房子冻坏嘛 已经铺好了 虾哥 虾人在冷库的地上 摆了十几个大盆 他跟来望两人 提着一桶铜水倒入大盆中 然后将一块块消失 放入大盆里 随后又找来 十几个较小一些的盆 倒入一半的水后 将小盆放入大盆中 官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 治兵 虾哥 你是不是没有睡醒 你看我 像是没睡醒的样子嘛 但你在说胡话 这大夏天的 怎么可能会结兵呢 就你聪明 赶紧干活 官人 难道只要把水 和那个石头 放进屋子里 就真的能结兵吗 嗯 能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虾公子 狗爷 是来吃火锅吗 你自己找个地方做啊 虾公子 我不是来吃火锅的 要不然 你先忙着 等你一会儿不忙了 我再和你说 狗爷 说吧 什么事 虾公子 你叫我二狗子就行了 狗爷这样的称呼 以后还是别叫了 二狗子 狗爷 名字不过就是 一个称呼而已 叫什么 其实都一样的 怎么 你不想在王夫人那边 做工了吗 的 虾公子果然聪明 我的确是有这样的想法 不知道虾公子愿不愿意收留我 我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 只要能赏我一口饱饭吃就行了 你来我这里做工 王夫人知道吗 我还没有和夫人说 嗯 我知道了狗爷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我得考虑几天才行 这 虾公子 我手脚还算勤快 这厨房里面的活计 我前些年在王夫人府邸中也曾经做过 你就把我留下来吧 好不好 狗爷 你是王夫人的人 我得征求 他的意见才行 你毕竟是他的管家 所以这事儿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但王夫人已经不希望我留在他府中了 狗爷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可有什么依据吗 王夫人可曾经对你说过吗 这 是我这样觉得的 你看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猜测而已 猜测又怎么能算数呢 狗爷 你还是先回去吧 这事儿 我考虑一下 怎么样 好吧 虾公子 那你有消息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没问题 官人 为什么不把狗爷留下来啊 反正我们这里也缺人啊 于和 你不懂 没错 其实我也想把它留下来的 但不能是现在 那是为什么 人往往对轻易得到的东西 不会太过于珍惜的 王二狗 他今天也看见了 我们酒楼的确很忙 需要人来做工 但如果他刚才开口 我就顺势答应下来 那他心里就不会有感恩之情 反而会觉得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他会想 因为我们缺人 所以我们需要他 官人 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我如果刚才答应他 这家伙来了以后 只要有了机会 他肯定会偷懒耍滑的 我得让他明白 这活计可不是他随便得来的 而是好不容易 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只有这样 狗爷才能老老实实 认认真真的干活啊 明白了 官人 真的结冰了 真的结冰了 是啊 你现在相信 我之前说的话了吧 官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结冰啊 因为这些消失的原因 消失为什么会把水变成冰呀 官人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神灵托梦告诉我的 官 官人 神灵又 又给你托梦了 不是又 我告诉你 一个秘密 你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 听见了吗 不是神灵 又给我托梦了 而是上一次托梦的时候 告诉了我许多事情 你明白了吗 好了 抓紧干活吧 再一次的味道不错 嗯 的确 这糖的口感很好 味道和那贺地老 揪漏了活果 几乎没什么区别了 我也觉得差不多 其实这活果 关键的东西 在于做果粒的糖 那行下了 竟然是那骨头烂熬糖 嗯 我们指欠 怎么就没有香道了 那小子的确是很花头 但也的确能想到 许多我们想不到的方法 就比如指尖那扣豆腐 其实非常简单 我张贵了 话不能这样说 那丑豆腐的确很简单 但你贺肘张贵了 不是照样也被骗了吗 喝掌柜的 你所那心下的 是怎么想出来这些方法的 包骨头糖 骨头这东西 从来都没有人要 都是直接就给狗吃了 要么就硬掉了 他竟然把这些东西变成食物 如果不食物张贵了 每天跟着他去济市 看他买东西 我们也猜不出来 这糖是骨头熬制出来了 许多事物就是这样了 你没有香道 别人香道了 那就可以做出来新鲜的东西 比如那丑豆腐 还有佐货国 设计了真是别除馨菜 十分警销 但是佐货国还是有一个缺点了 什么缺点 到了夏天市 佐货国都太热了 相识咸在田气 开始满满砖扔 吃佐货国都最恰当使喝不过了 对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吴掌柜了 有个朋友想要见你 哦 谁 是你 吴兄弟 别来无恙啊 哼 这不是走大掌柜吗 正是喜客 啊 走大掌柜把大猜的时候 可是连我增眼都不堪一眼的 今天竟然喊我吴兄弟 正是意外啊 吴老弟 没必要这样 做生意嘛 要多交朋友 走大掌柜这样的朋友 我不敢叫啊 当初埋内臭豆腐制作方法时 走大掌柜锁得很好 后来一穿眼 就把我甩到一旁了 正是好朋友啊 吴兄弟 大家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 但我问你一句 假如当初把我换成你 你会将腌制臭豆腐的方法告诉我吗 吴老弟 周掌柜了说了没错 同样的事情 别说是放在你审上了 哪怕都算是放在我审上 我也肯定不会告诉你了 那些都是过去了事情了 有掌柜已经将研制臭豆腐的方法 告诉了我们 今后大家都可以和贺迪老酒漏一样 用免费送臭豆腐做一招 请客人到咱们的酒漏里吃活国 哦 你将研制的方法告诉大活了 吴老弟 其实你不用恨我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们俩人之前卖臭豆腐时 只要我早点收摊 你这里也还是有生意的 对不对 而真正让你我没有生意做的人 是那信瞎的 不是我啊 所以如果我们俩人之间还在闹矛盾的话 那最终看笑话的人 其实是那瞎人 你说的没错 在这侠人没有出现纸欠 你们有谁见过宝弥华 有谁见过丑豆腐 还有谁见过做活国 对对对对 贬经了酒漏越来越多 翻太却几乎都是一样了 别说是客人了 就连我都迟腻了 这侠人出现以后 刀鼓出来这么多喜气新鲜的事物 若是好事 我们只需跟着他去 他买肾嘛 我们也买肾嘛 都会转到欠来 就逼入那羊肉 他以盼羊肉只有鸡片 就卖试问欠 那我们可以偏一点 以盼羊肉比他多一些 当我们卖就问欠 难道还怕转不到欠吗 有道理 和赃柜的 果然还是你考虑的走道仔细 怎么了 虾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少废话 把这些都收石道墙边 上去放好了 虾哥 这羊蹄子不丢出去喂狗吗 你懂个屁 这可是好东西 你都给我放好了 少一只羊蹄子 小心我剁你一根手指 来补偿 虾哥 这羊蹄子每天在羊分上 走来走去 也是好东西 多脏啊 什么多脏啊 赵公子 我说的是这羊蹄子 哦 这不是喂狗的东西吗 咦 这房子盖好了 我进去瞧瞧 虾兄 这里面怎么这么冷啊 冷酷自然肯定 冷啊 我是说这里面 为什么如此冷 赵公子 这里面有很多冰块 很多 冰块 哪来那么多的冰块 这天气 能结冰 来望 你小子是不是没睡醒了 赵公子 真的 这是虾哥昨天弄的 真的 虾兄 这里面真有冰块 怪事 怪事 这里面竟然真的有冰 虾兄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天气 怎么能结冰 这是上天托梦 告诉我的 不能告诉你 鱼鹤 我昨天和夏公子说的事情 他 他考虑好了吗 狗爷 昨天我家官人 在酒楼忙了一天 我也没问他 我家官人 可能想要找赵公子帮忙 雇一些人来做工 哦 鱼鹤 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以前在王妇人辅重做工时 我也从来都没有为难过你 对不对 你就帮我一个忙吧 行不行 你和夏公子说一声 让我来给你们做工帮忙好不好 狗爷 我一会儿就和官人说 你就放心吧 好的 鱼鹤 那就谢谢你了啊 对了 鱼鹤 还是我来榨这臭豆腐 你叫我就行了 你在旁边休息一会儿 狗爷 鱼鹤 叫我二狗子就行了 呵呵 什么狗爷不狗爷的 听起来太见外了 你坐着休息一会儿 吃火果了 吃火果送臭豆腐了 吃火果免费送臭豆腐 以派羊肉把问歉 请太良问歉 咦 那边也有火锅卖了 过去看看 好啊 在这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过去看看 狗爷 你先在这里守一下 我去那边看看 咳咳 避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官人 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然 咱们也跟着降价吧 掌柜的 为什么你这里的羊肉 价格又会分量还这么少 是啊 说的是一盘子羊肉 实际上就只有几片而已 人家古葬居酒楼的羊肉 不仅比你这里便宜两文钱 羊肉也比你这里多 这酒楼也太黑心了 走 我们去其他酒楼吃火锅去 是啊 其他酒楼也是送臭豆腐 不论是菜和肉都比这里的便宜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其他酒楼的火锅也都和这里的味道差不多 走了走了 大家别走啊 鱼盒 不用管他们 这些人是托 什么是托 这些人不是真正来吃饭的 而是来捣乱的 虾熊 我觉得你这里也应该降价了 降价就是你的主意吗 是啊 其他酒楼都有老顾客 大家都卖火锅 送臭豆腐的情况下 那自然是哪家便宜去哪家吃啊 你不降价 恐怕客人只能是越来越少啊 吃饭这种事情 不是哪家便宜去哪家吃 而是哪家味道好 就去哪家吃 那大家都是卖火锅 超豆腐 味道能有什么区别 那当然有区别了 各位 从明天开始 我这里会推出两种新火锅口味 分别是麻辣火锅和三鲜火锅 欢迎大家明天来品尝 麻辣火锅和三鲜火锅 这又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各位 等你们明天来了就知道了 时间里一大将军一层令下 几十万饼麻将藏匙送钱 大抵都在赞东 周围全部都是护寒色 这是在干嘛 虾兄 这是大伙在听说书人讲故事啊 他在讲李铁将军传奇 这一段我听过好几次了 说书人 你没听说过这李铁将军传奇的故事吗 这可是大宋国人尽皆知的故事啊 我以前一直都在家里埋头苦读 哪有时间来听这东西 虾兄 走吧 精彩的部分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再听也没什么意思了 这李铁将军传奇我都听过几十遍了 就差到背如流了 就你 还能到背如流 都听过几十遍了 那些人还听他作甚 这不是闲得没事干嘛 这说书人也没什么新鲜的故事可讲 翻来覆去 来来回回 也就那几个故事 要是有新故事听该多好 对啊 我可以在店里 说书用来吸引顾客啊 上辈子看了那么多电视剧 能讲的可不少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讲故事 好啊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话说汴京城外 有一个木童 在放牛的时候 看见一个中年男子 抓到了一条小白蛇 打算带回家 杀蛇吃肉 这木童当时就动了侧隐之心 用摘到的果子 跟着中年男子交换 要求他放了这条白蛇 哀求了半天 这中年男子 才终于点头答应了 没错 瞎人讲的故事 就是他在上一世 所看过的《新白娘子传奇》 这个电视剧当年播放时 那可是万人空相 这个神话爱情故事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持男愿女 而许贤和白素 真正一人一妖的身份 更是让观众如痴如醉 这白娘子修炼千年 得观音菩萨点化 得知他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于是领着妹妹小青 两人来到了东湖旁边 那白娘子施展法术 辨别过往来人的前世 是什么样的 有个嗣嗣问门的书生 白娘子施展法术 看了以后 发现他前世 竟然是个屠夫 我前世是做什么的 就在白娘子和小青两人 找的都有些沮丧时 小青突然看见 那东湖的桥上 走出来一个书生 他手里拿着一把伞 小青眼睛一亮 对那白娘子说 姐姐你快看看这个人 他站在桥上 我们站在桥下 他几步就是观音大事 说的高人骂 没错没错 的确有道理 我也猜到了 肯定就是 你们别说话 让瞎公子继续讲下去 白娘子施展法术 果不其然 这个书生就是当年 救他的那个木桶 时光荏苒 转眼千年 当年的木桶 这一世已经变成了 一个翩翩书生 霞熊 接下来呢 快说 这白娘子终于遇到了 他当年的救命恩人 然后呢 是 快说啊 一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啊 讲完了 我还没有听够啊 瞎掌柜 你再说一段啊 至少把他们相依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完啊 要不然 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了 不讲了不讲了 今天太累了 就到这里吧 你这是什么故事 比那李铁将军传奇好多了 那肯定自然是好多了 这个故事名叫 新白娘子传奇 瞎掌柜 明天这故事还有吗 你明天什么时候讲的 嗯 就是这个时间 欢迎大家明天再来听故事啊 完了 我今天晚上肯定回家睡不着了 我也是 你们说 这白娘子找到这书生以后 会不会以身相许啊 这怎么可能 这白娘子可是蛇妖啊 那书生是人 人和妖怎么能在一起呢 诺诺 我觉得如果两人相爱 那么不论是人也好 还是妖也罢 都可以在一起啊 夫人说的对 虾兄 这里没有人 你快告诉我 那白娘子找到书生以后 是不是就嫁给他了 不知道啊 不知道 虾兄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你是不想告诉我 是吧 不知道 遇之后事 嫁回分解 反正这里也没有人 你先给我透露一点点呗 要不然我今天就跟定你了 你去哪我就去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虽不美今 三月天内 春雨无酒 六日夜内 无愿劝你来相会 无愿对面收拦前 是夜宿的同船狗 白年宿的宫船面 额掌柜 这情况有点不太对价啊 你看 河底聊九楼前 近来有这么多人 呵呵 不要黄 肯定是因为那 麻辣豁国和散险豁国赖了 你们都来了 虾兄还没来吗 诺诺 什么白娘子和书生 你们在聊什么啊 是昨天虾公子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 一个厨子还会讲故事 这什么白娘子和书生的故事 难道比那李铁将军传奇还要好听吗 比那好听一百倍 这白娘子是蛇妖 还会发术脸 还能看到别人的前世今生 和掌柜的 他们聊的什么蛇妖啊 宝乐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麻辣火锅里面还有蛇妖 不可能吧 是不是三咸活果啊 毕竟 烧肉也算是新咸 占了一个咸字啊 虾掌柜来了 来了来了 总于来了 哎呀 我都等得着急死了 虾兄 你快点 没看见这么多人在等你吗 快点 快点 急什么啊 赵兄 我这里是酒楼 不是听故事的地方 麻烦你先点火锅 等我一会儿忙完了 自然会讲的 那就给我来个麻辣火锅吧 我尝尝这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嗯 周掌柜 何掌柜 你们俩人别来无恙啊 这俩货是又想山寨 我的麻辣火锅和三鲜火锅 虾掌柜 生意很好啊 客气客气 都靠周掌柜你们捧场啊 虾掌柜 什么时候讲故事啊 快点啊 我都等不及了 来了来了 昨天讲到哪里了 白娘子看见桥上那个书生 用法术发现书生就是当年救她的小木童 哦 白娘子认出来了 当年的救命恩人 一时间心跳如小鹿一般乱蹦 此时的河底捞二楼的一个雅间里 来了一个十几岁 相貌娇好的少女 小青见白娘子早就芳心大乱 为了测试这书生的人品 她取下白娘子头发上的金簪 施展法术 让这金簪落到那书生的面前 看看她会不会将这金簪 偷偷地占为己有 嗯 周掌柜的 那 怎么了 你们还要加菜吗 不要了 那就麻烦你们腾个地方吧 还有人在等着呢 怎么 瞎掌柜的 我们虽然不吃了 但能在这里坐一会儿 休息一下吧 不吃了 赶紧走 你这是站得猛测不辣实 我们还等着吃呢 就是 一边吃火锅 一边听故事 这才带劲呢 瞎掌柜 谁说我们不吃了 再给我们赏无盼样肉 好嘞 各位客官们 大伙也都看见了 今天客人挺多的 所以请大伙吃完以后 如果不吃了 那就给别人让个位置 是啊 瞎掌柜说的没错 吃完了就让位置 想要听故事 站在旁边听也可以 瞎掌柜 我这里也加两盘羊肉 我这里也要 好不容易有空站在旁边 听一会儿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这些家伙又要加菜 你们把这些菜都吃了吧 然后再加一些菜 谢公主殿下赏赐 那许仙连忙打开雨伞 看见小青和白娘子两人 躲到树下去避雨 连忙将伞送了过去 这时湖面上 飘来一艘船 三人冒雨上船 船夫一边摇船 一边唱了起来 然后呢 那船夫唱的什么小曲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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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美金 三月天内 春雨无酒 六五言 无缘请你来相会 无缘对面收蓝天 是燕修的通传度 百年修的风转灭 这首词很美啊 还有这曲调也很新奇特殊啊 这都是什么曲调 不伦不类 乱七八糟 瞎掌柜 你这都是什么英词宴曲 你大爷的 我好不容易唱的 有了几分感觉 谁在这里打扰我K哥的雅兴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唱这样的内容 还什么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修的公者民 真是不知羞耻 你闭嘴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诺诺 我哪里胡说了 难道他唱的这曲子 还不算是银词宴曲吗 楚生公子 这词分明是描述了美好的业园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难浅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振眠 这多么好的一首词曲 咋就不知修子了 是啊 楚圣楚公子 你可是举音 难道连见啥能力都没有吗 你看看 在座众人 除了你 还有谁认为这是银词宴曲了 呵呵 这就水平 还是举音 这人是傻子吗 公主殿下 我看这人八成是读书读傻了 这人真讨厌 正听得高兴哦 被他扫了信 你们几个 记住他的样子 等会儿带他出了这酒楼 好好揍他一顿 是 这 这分明就是银词宴曲 家兄 你别理他 这小曲虽然调子有些怪异 但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预之后事 明天再说 啊 这样就没了 真是吊银胃口啊 我看都是在庆祖的乱寒 打摇了下掌柜继续缩下线 如果不是他的话 至少这小曲肯定是能挺完的 要不是他是举人 真想打他一顿 诺诺 我们走吧 反正也吃饱了 要走你自己走 我不和你一起 这 你们两人去把他教训一顿 是 你们想干什么 我是举人 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 信不信我报官府抓你们坐牢 什么狗屁举人 打的就是你 诺 这是赏你的 谢谢姑娘赏字 明天还有那白娘子的故事吗 有啊 欢迎姑娘明天来听 好 还是做有钱人的买卖书府 不过像是这种出手阔绰的狗大户 平时也难得遇到一次 虾公子 王夫人 有什么吩咐吗 我怎敢吩咐虾公子 我就是觉得 你唱的那个曲子里面的词 真的是太好了 这词都是你做的吧 没错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难迁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这几句真的是太好了 王夫人 我想请你帮忙 王管家能不能来 我这做工啊 他的刀工很好 能帮上我的忙 每天客人太多 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王管家 行啊 没问题 那就谢谢王夫人了 不客气 对了 虾公子 你明天可以多讲一些白娘子的故事吗 好啊 之前想的没错 在这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里 一个新鲜的故事 对于人们的吸引力 是难以想象的 虾公子 怎么了 狗爷 你以后就是河底捞酒楼的大厨了 谢谢夏公子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干的 嗯 好好干 行了 你去忙吧 好的夏公子 那三弦霍果的糖质调配 气势并不复杂 没错 我们明天就能拿出来同样的三鲜火锅 那故事呢 那白娘子穿奇的故事很细眼 我今天特意观察了一下 客人明显都剁点了菜 吃的时间也变藏了 没错 那白娘子穿气很紧猜 不过 还有一件事情 河底老揪漏了羊肉很棒 这个暴度把羊肉下锅里一涮就瘦了 味道呛一窝闷 窝闷了羊肉诸涉事件畅 捞着肉都有血捞了 味道不好 我注意到了 它的羊肉是冻住的 真是怪事 这天气 怎么能把肉冻住呢 这小的 总是能弄出来一些喜奇古怪的东西 虾兄 虾兄 大清早的 怎么了 天都亮了 还不起床吗 快点去酒楼讲故事了 我 来了来了 虾掌柜 我们都等你好久了 快开门吧 别挤 我的鞋 谁踩着我的鞋了 门都要挤掉了 公主殿下 那酒楼好像已经没有位置了 你去我昨天的那个包厢里 把这钉银子给那里面的人 让他给我把包厢腾出来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这位大哥 刚才上楼的那些人 是花钱买了你的位置吗 没错 给了我五两岩的 这么多 是啊 怎么 你也没地方吗 没办法 挤不进去 那就只能是在这里站着了 姐姐 你想想办法 这 这怎么想办法啊 总不能让虾公子 把里面的客人撵出来吧 我出一百文 有人愿意给我让个位置吗 一百文 一个位置 没错 一百文 我的位置给你 我也出一百文 诺诺 我们也买个座位得了 反正一百文的价格也不贵 大宋国的第一批黄牛党 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 这其中也有虾人的一份功劳 一百文一个位置 套他猴的 这些钱都该是我的财队 虾掌柜 快点开始讲吧 就是 我都等不及了 大伙别急 先点菜 我等把菜 给你们都上了以后 再开始讲 不过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而已 这些人都是疯了吗 那船夫和小青两人 对唱了一首歌之后 白娘子和许仙两人 相互对视 含情默默 在狭小的船舱中 两人身体不免有些接触 这每一次的接触 让许仙的心里 酥酥麻麻的 恨不得这船只 这辈子都到不了对岸 我拍 下楼 这么下流的故事 也就只有这些没文化的人 才会听得津津有味了 闭嘴 闭嘴 白娘子施法 将一座破旧多年的破屋 变成了一座新房 在红竹的照耀下 许仙用颤抖的手 揭开白娘子的盖头 看见娇羞不已的白娘子 许仙终于忍不住 将旁边的红竹吹灭 今天有点累了 就讲到这里吧 各位客观们 有个事情 要通知大家一声 从明天开始 合地捞酒楼二楼的包厢 不再对外免费开放了 只接受预定 当然包厢是不收费的 只有最低消费 预定 最低消费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如果想要在二楼包厢就餐的客人 必须得消费 至少五两银子的套餐才行 当然 我保证足够十个人吃饱 五两银子 这么贵 那我们不上二楼包厢就可以了吧 另外 从明天开始 一楼将采用排号的方式 每天早晨 我们会按照 先来后到的顺序 给大家发放一个号码 然后凭借这个号码 来九楼就做用餐 这个办法好 对 我们也赞成 还有 从明天开始 进入本酒楼 就餐的客官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低消费 不上二楼 也要最低消费 五两银子 谁能消费得起啊 不是五两银子 每个人最少要点六十文钱的饭菜 就可以了 六十文钱 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 一 我平时一个人也要吃四五十文 六十文倒是也不贵 掌柜的 明天能不能多讲一点 我尽量吧 小姐不是我不想多讲 而是这话说多了 嗓子疼啊 明天那个包厢给我留下来 听见了吗 没问题 嗯 这是定金 虾公子 你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啊 谢谢夫人夸奖 夫人 你也是要预定包厢嘛 我可定不起 五两银子太贵了 这样吧 你刚才不是说 按照顺序发放号码吗 你能不能先给我一个号码 这王夫人是想走后门啊 夫人 这样好吗 虾公子 我们关系都这么熟了 不会连这点方便都不给吧 虾公子 那我先走了呀 哎 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真是好听 你太讨厌了 每次到精彩部分 你就停下来 人家晚上觉都睡不好 这算夸奖吗 哈哈哈哈 睡不着觉 那就对了 你们每天都能睡好了 明天还会来吗 那离铁将军一声令下 遇之后事 且听下回奋茧 再为公子 尽点没啥管纵 想听的话 明日再来吧 我知道 请问你怎么称火 我姓毛 公子蹭过我一层老王即可 老王 我刚才坐了一会儿 发现你这里没什么人啊 是啊 最近好多人都不来听了 听他们说一个什么叫做白娘子 传奇的故事很好听 但我打听了一下 周围几个他咯 也没人听过这个故事啊 老王 这故事 我知道 啊 公子你贵姓 老王 你不需要知道我姓什么 我来这里 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 我将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告诉你 你这里肯定听故事的人就多了 公子 你可是想要什么好处吗 公子 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你可是想要卖给我 你能出多少钱 这故事我也没有听过 也不知道 比那李铁将军传奇的故事怎样 我保证 肯定比这李铁将军传奇故事精彩 不知公子想卖多少钱 十两银子 过少 十两银子 没错 那公子请便吧 这价格不如去其他地方问问吧 那你说个价 一两银子 这不可能 你还是继续说你的李铁将军传奇吧 二两银子 经过一番讨论 楚生每天去河底捞 超路白娘子传奇 送到老王的茶楼 每次五十文 一天五十文 一个月就是一两半银子 这也不错 来来来 别挤别挤 按照顺序 开始放号了 我是第一名 快点给我号码 各位客官 我先省明一下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一百个号码 各位没有抢到号码的客官们 想要在门口等着也可以 不过得等半个时辰左右 这么长时间 不好意思啊 没办法 要是觉得等待时间长 你可以去其他酒楼吃 一百个号码 很快就被发完了 抢到的人 欢天喜叠 开心不已 没有抢到的人 心里又恼又郁闷 暗暗发誓 明天一定要早点来 虾兄 我说的就是这处宅院 赵公子 这 这房子也太大了吧 大了 才舒服 赵兄 这房子多少钱 一百五十两银子 怎么样 虾兄 不贵吧 一百多两银子 这还不贵 虾兄可是日进斗鸡呢 一百多两银子 那还算是二吗 不算是二 但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我知道 银子方面不用一次性付完 先付上百八十两就行 剩下的 过了新年再给也是可以的 嗯 行 就这个院子吧 官人 我们有这么多钱吗 现在没有这么多 赵兄不是说了吗 我们日进斗金 这一百多两银子 算什么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这房屋的文书手续 都在我父亲那边 虾兄 你要是决定好了的话 我就和我父亲说一声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快点去酒楼讲故事吧 公主殿下 我看见御膳房的主管了 他怎么会来这里 把他给我喊过来 公主殿下 你是要来这河底捞酒楼吗 是的 公主殿下 昨天太子殿下提了一下 说这城中有个河底捞酒楼 有一道菜名为火锅 甚是新鲜好吃 让我们御膳房准备一下 小盈还是第一次听说这道菜 所以金根过来看看 顺便消息一下 嗯 这火锅确实不错 马主管 你认真仔细学 我可是吃过好几次了 要是你以后做的火锅 味道不对的话 小心我拿你试问 明白了吗 明白了公主殿下 这火锅看来一定很好吃 取仙的姐夫就是官府的捕头 顺着线索找到了丢失的官银 各位客官 今天就到这里了 哎 又得等到明天了 你们掌柜的在吗 你是 瞎掌柜 我是宫里来的 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是要你这火锅的制作方法 公里 请问大人怎么称呼 可有什么证明身份的东西吗 看清楚了吗 马大人好 之前小民不支持马大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大人莫怪 无妨 不执着无罪吗 谢谢大人体谅 你这里火锅是咋做出来的 回禀大人 其实这火锅很简单 原来是这样 小虾 你这火锅有幸能够被圣上看中 可是光中药主的事情 所以你不得尝试 要不研究是齐君 圣上怪罪下来 你就算是有十个脑袋 那也是不够砍的 知道了吗 大人说的没错 小民不会有任何隐瞒 千访万访 到最后被狗皇帝白嫖了 大人 这火锅也得需要打造才行 这火锅确挺别致 搬走一个 让宫里的工匠 按这个样式打造 这家伙倒是会省事 又白嫖我的锅 公子 在白娘子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嘛 这好像很一般啊 绝对就是这样的 好吧 再次五十本钱 公子辛苦了 客气 等明天我再给你 写一集故事 好 糟点啊 没问题 你这里也要讲 白娘子传奇了 没错 记得明天来听啊 好 下人刚将马主管打发走 请接着 就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谁是掌柜的 两位大人好 我姓夏 是这酒楼的老板 夏掌柜是吧 我们是户部的 今天来是收税前的 辛苦两位大人了 来往 给两位大人端茶 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这酒楼 需要缴纳税前十两银子 你准备一下 明天我们来收钱 十两银子 你大爷的 刚白调了我的火锅 又收我十两银子的税 家兄 准备好银子 我已经和我父亲说过了 你只需要暂时 先拿出来五十两银子 就可以搬家了 剩下的钱 等你回头凑齐就行 就这样 下人买下了这处豪宅 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沈宇和变得异常忙碌 每天酒楼打烊了以后 沈宇和就领着 来往和王二狗两人 开始打扫收拾他们的新家 不论哪个时代 女人对于房子这东西 都是一样的痴迷 河底捞酒楼的声音 在这段时间 也步入了正轨 在白娘子传奇故事的吸引下 每天都有众多时刻 来这里用餐厅故事 河底捞酒楼 也逐渐成了 汴京城里最出名的酒楼 官人 大家还等着你讲故事呢 嗯 马上就来 于和 过几天 我给你弄点好东西 尝一下 什么好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啊 吃野草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许先被法海那老和尚困在寺庙中 白娘子苦苦哀求 法海却是戏弄他 于是白娘子一怒之下 施展法术 引来山下的河水 要将整座寺庙淹没 这水漫金山寺的剧情 在虾人看来 算是白娘子传奇中最精彩的一段 为了讲好这个剧情 虾人昨天晚上还仔细回想了半天 嗯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嗯 又没了 夏老板能不能长点 你和你讲的故事一样短 奔白眼 瞎咋味 马大人 希克希克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你跟我进宫里走一趟 啊 啊什么 马大人 请问是有什么事儿吗 你之前说的火锅 牛羊油的味道 不论是太子殿下 还是公主殿下 都觉得味道不如你酒楼中的存证 瞎掌柜的 你这是藏食了 留了一手 是不是 没有啊 马大人 您这可是冤枉我了 我绝对没有藏食 没有藏食最好 瞎掌柜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 这火锅我可是要给宫里做的 那可是圣上亲自要品尝的 你如果藏食了 那就是奇菌之醉 到时候圣上罚怒 那你可就是要掉脑袋的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到玉膳房 请自做一顿火锅 给圣上吃 如果味道不好 没研究得了你 马大人 问题是出在了 这肉的厚度上 这肉切得实在是太厚了 太厚了 没错 马大人 有刀吗 我将这羊肉切得薄一点 你分别试吃一次 自然就知道 这口感大不相同了 好 瞎掌柜 羊油要切薄这事儿 你之前可是没有告诉过我啊 马大人 你之前并没有询问过小人 这老奸巨华 心死阴险的老东西 自己切肉厚了没发现 想甩锅给我 你之前去酒楼时 只是询问 这火锅的高汤如何熬制 小人可是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啊 好一个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你的意思 这是我的责任了 马大人 这不是你的责任 在小人看来 这只是一个误会而已 误会 是什么误会 这羊肉的厚语薄 只是味道的不同而已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喜欢吃的薄厚度也不同 另外 许多酒楼也在售卖火锅 他们的肉片也是比较厚的 因为有些客人 就喜欢吃这种较厚的 所以小人觉得 这是误会 哦 你的意思是 其他酒楼中的火锅 又偏比较厚 是的 不信的话 马大人可以去 其他酒楼试吃一下 就知道小人说的对不对了 嗯 这倒也是一个好借口 如果太子殿下 和公主殿下询问起来 我这样解释 他们也不会见怪我了 嗯 你说的没错 的确是误会一场 来饮 送下掌柜除工 谢谢马大人理解 小人这就告辞了 万人 这东西真的能喝 这怎么跟墨水一样 这是碱水 下人将前几天摘的凉粉草 用水洗干净后丢到锅里 然后将刚才那一锅碱水倒进去 开始加火烧了起来 来望 你在这里负责烧火 半个时辰后喊我一声 下人来到厨房 指挥着王二狗 和来望两人 继续进行了一次过滤 随后下人再次架起锅 带水沸腾了以后 将之前用红薯碾碎过滤出来的 淀粉对水倒入锅中 煮了几分钟后 将锅里的水分别倒入准备好的盆里 官人 这就是饮料吗 一会儿如果官人让我喝这个什么饮料的东西 我到底该不该喝 还差一点 来望狗爷 你俩把这几盆仙草汁关进后院的冷库里 没错 下人要做的东西就是烧仙草 热热的火锅配合上冰凉的烧仙草饮料 那吃起来简直是爽的 不要太舒服了 就是手上没有奶茶粉 要不然加上奶茶粉 味道会更棒 这段时间 每天除了喝茶水 就是白开水 下人早就喝的嘴里都淡出鸟来了 官人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差了 我回来的路上 发现有一家茶楼 也在讲白娘子传奇 里面人特别多 我们大多数的客人 都跑到那茶楼听故事去了 你快想想办法吧 哦 官人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你急什么 官人 这能不急吗 那茶楼抢我们的生意啊 你这个小笨蛋 怎么可能 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是我讲的 他们怎么能抢走我们的生意 为什么 我还没有将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讲完了 就算其他人讲 他们能讲完吗 对啊 官人 我实在是太笨了 你知道就好 走 我们去看看 只见天空瞬间 瞥来一块 这天盖地的黑云 那白娘子是咱罚错 咳咳 预止后事 下回分解 哎 怎么又是下回分解 我昨天来 你就是下回分解 今天来 还是下回分解 这后面的故事 到底是什么 你倒是快点说啊 就是 你是不是不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讲了 所以拖着 何底捞的家掌柜 上次就是讲到这 他这几天没去酒楼 没继续讲 你也是讲到这里 就停了下来 你就是在模仿家掌柜 看来要听最新的情节 还是得去何底捞才行 在这里 是根本听不到后续的 大家莫急 明天 明天一定就讲 后续的故事 讲给你们听 公子 这后续的故事 你到底什么时候 能交给我啊 你也看见了 大活天天脆 你别急啊 我明天跟你弄来救世了 你讲故事的时候 可以稍微慢一点吗 慢一点 你交给我的故事 就这么一点 我怎么慢啊 我每天已经很慢了 哼 公子 我要的可是完整的故事 不是只有一半的故事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楚公子 瞧啊 哼 就是这家茶楼 在说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吗 这里也没有人啊 客官是要听故事吗 今天已经讲完 两位如果想听的话 明日早点来 我再有丧毫的插随伺候子 你是这里掌柜的 听说你这里 也在讲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是的 你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是谁给你的 客官你的意思是 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是我家官人想出来的 谁允许你在这茶楼里讲了 你是那河底老酒楼的下掌柜 使径使径 不瞒下掌柜 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是我花钱买来的 哦 买来的 对 是个毒素人 对了 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个人 是他 竟然是那个处生 下掌柜认识他 他卖给你故事 难道你不认识他吗 下掌柜这就所笑了 我问那么多干嘛 你难道不应该问清楚吗 这白娘子传奇 可是我家官人想出来的 他偷偷抄下来卖给你 你就买 我为什么不能买 我只是讲故事 赚点插水钱而已 我不管那么多闲事 但你讲的故事 是我家官人想出来的 你是在用我家官人的故事赚钱 谁能证明这故事 就是你家官人想出来的 你 你就直接说你是什么意思吧 下掌柜 我看你今天来的意思 看样子 是想要找我算当是吧 那你可就早错淫了 我就是埋故事而已 那草路你故事的人又不是我 和我没什么关系 和你没关系 那你现在不是在用我的故事赚钱吗 这是我买来的故事 你所在故事是你的 但我又不是从你这里买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和你没关系了 就是和我没关系 嗯 行 我们走吧 啊 官人 难道就这样算了 那你想怎么样 怎么 我自己买来的故事 我难道还不能在我的茶楼里讲了 当然可以 这就对了吗 下掌柜 你还是太年轻了 其实你还应该感谢我猜对 感谢你什么 感谢我很够意思 我没将这故事卖给其他茶楼的所属人 要不然 恐怕就没有人去你的酒楼吃饭了 哈哈哈哈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还是你不相信我会这样做 你是在威胁我吗 你也可以这样因为你们今天来 如果是想让我别继续说这白娘子穿奇的故事 那你们想也别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们没完没了的话 我就把这白娘子穿奇的故事 卖给其他茶楼 让你们连客人都没有 你敢 小娘子 我为什么不敢 阁下贵姓 年贵姓王 你可以叫我一层王企业 我觉得叫你王八挺合适 王八是什么 就是鞭啊 就是看起来很像乌龟的那种动物 你敢骂我 我为什么不敢 你这个老王八 本来我今天过来 就是看看而已 你拿我的东西 赚钱就算了 我也不和你计较 没想到 你还威胁起我了 气我家雨和 你这个老王八 脑子是被门挤了吗 你 你别走 你给我赞足 你给我腾子 咱们走着瞧 官人 你说这个老王八 这个老家伙 不会真像是他说的那样 将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卖给其他茶楼吧 如果他真那样做了 我们怎么办 你竟然在担心这个事情 当然担心啊 难道你不担心吗 雨和 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没有那楚生 偷偷摘录下来 也会有其他人 这样做的 还有 就算那个老王八 他不把故事 卖给其他茶楼 你觉得 就没有其他茶楼的说书人 跑到店里偷听 然后记下来 回到自己的茶楼里 讲吗 那该怎么办呀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逃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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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是啊,这几天火锅都吃腻了,要不是为了听故事,我都不来着了 各位客官先别着急,我今天给大伙准备其他新奇的食物,保证不会让大伙失望,这种食物搭配起来火锅味道棒极了 是什么食物? 又有新鲜食物了 对,这种食物叫做饮料,这饮料连赵小峰赵公子喝了以后都说好喝 瞎掌柜,你这话可当真 这就是饮料? 没错,这就是饮料 今天第一碗饮料,我请大伙喝,以后谁还想喝那就要收钱了 这饮料多少钱一碗? 好喝 这饮料叫做烧仙草,各位,这饮料中颜色发黑的就是仙草了,它是对身体大有弊异的,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这饮料也不贵,一碗二十文钱 这还不贵 咱们接着上次话说白娘子做起法术 你把上面的内容都抄录下来 楚公子,抄这些做什么? 我自有用错,这个月的月钱,给你多加一百文 啊,楚公子,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还会骗你不成,但是你每天得帮我这些内容抄录两遍才行 楚生昨天晚上想好了,他要遍京城里每个茶楼都卖一份 几日下来,遍京城茶楼里,都可以听见白娘子小青伐海的文字 虾兄,大事不好了 什么大事儿? 你知道吗,这遍京城里所有的茶楼,都在讲白娘子传奇 所有的茶楼? 赵公子,遍京城所有的茶楼你都去过了? 当然没有,不过,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虾兄,你可得抓紧想办法 要不然来你这酒楼听故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官人,赶紧想办法呀 是啊,虾兄 赵兄,李铁将军传奇,这些茶楼都是怎么弄来的故事 有说 嗯,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天机不可泄露,就这样,回家了 虾哥,我和狗爷分别去了东城和西城 我一共看了二十家茶楼,狗爷看了二十三家茶楼 他们都在说白娘子传奇 而且每个茶楼的客人都很诺 那我们怎么办啊,你得想想办法呀 不着急,我们酒楼这几天,客人少了吗? 没有 那不就行了吗?既然客人没有少,那你急什么? 但是 但是你觉得,茶楼是在用我们的东西赚钱,是不是? 对,官人,我就是这种感觉 茶楼的老王八,你看看他那副无赖的样子,都快要气死我了 这倒是,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不让他们赚钱了 官人你有办法了呀,其实我也有个办法 哦,说来听听 下次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就把门关上,让来望在门口敲锣打鼓 外面的人就听不见了,那个什么楚声,看他怎么在酒楼门口蹲着偷听 怎么了,官人,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我觉得老板娘的建议不错 官人,现在外面有许多手抄本的白娘子传奇出现了 哦,手抄本? 嗯,就是一些人抄录下来,在大街上售卖 官人,这些人太不要脸了 之前卖给茶楼,现在又拿手抄本出来卖 在哪里卖的,咱们去看看 我让狗爷去打听去了,估计一会儿就有消息了 夏公子,老板娘,我回来了 打听到消息了吗? 打听到了,我还擅自做主买了一本,花了五十文钱 夏公子,这钱 这是一两银子,这肯定是那些读书人写出来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写不了这毛笔字 狗爷,这一本小册子,五十文钱,这么贵 是的,老板娘,正常的价格是四十文钱,但是这小册子比较少 有人着急想要第一时间看到,就会告假买追信的一册来看 这不就是追更新吗? 什么追更新? 没事,好家伙,这楚生不会是组成了一个山寨盗版联盟了吧 夏公子,老板娘,就是那个人售卖白娘子传奇 白娘子传奇,一则四十文刀六十文不等啊 官人,你笑什么呀? 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楚生的书童 楚生的书童? 官人,那我们现在就抓这个书童,去找楚生对质吧 对什么?没必要,我倒是有个办法了 哦,什么办法呀,官人 我们把他们抄的书买回来就行了 狗爷,有没有兴趣赚钱啊? 夏公子,我当然有兴趣啊 狗爷,我有个办法,保证你能够赚到大钱 不过,你得把来望带上 来望这小子不是一直念叨着要赚钱取小蓝吗? 夏公子,到底是什么办法? 就是我刚才说的,将他们抄写下来的书全部都买了 什么?将他们抄的书买回来? 是的,但不是找他买 来望,狗爷,你们俩人现在攒了多少银子? 我大概只有二两银子左右吧 我和来望差不多 哦,狗爷,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和你借钱的 我大概攒了十两银子 你们俩人相信我的话吗? 当然相信啊,夏哥在我心里就是永远的神 我也相信 那就行,来望我借给你八两银子 你们两人一人出十两银子 然后租一个小店铺,租金不能太高 夏哥,你借我银子干嘛? 我不会做生意啊 我攒的这些钱还要留着卖臭豆腐取小篮呢 夏公子,你说的上意 万一赔钱了怎么办? 你俩不是相信我的话吗? 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亏钱的话那算你运气不好 夏公子,我现在在酒楼帮忙忙就挺好的 你给我的贡献也够 买卖之类的,我不做也可以 毕竟我也不会做 狗爷,你确定?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啊 夏公子,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贡嘛 好,来望,你呢 想不想试一下 说不定立马就赚大钱,迎娶小篮了 夏哥,做什么买卖? 我干我干 一个非常好的买卖 开一个借书店 借书店? 楚生这些人不是超路白娘子传奇在城里卖吗? 你开个店铺,找那些买过书的人 将他们看过的书,低价回收回来 然后呢? 然后将买回来的书,以一册书,一天几文钱的价格租出去 让那些想看书又嫌书贵的人,把这些书写回家看就行了 这也可以 观人,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这样的话,那些人就不用买书也能看了 夏哥,万一那些买书的人,他们不愿意卖怎么办? 为什么不愿意卖? 说这种东西,看过一两遍后,基本上就闲置了 如果有人愿意以一定价格回收,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卖? 肯定会卖啊 万一借走了,不还怎么办?那岂不是赔钱了吗? 对啊,很简单,有人来借书的时候,让他交押金,记录下来他的名字 等他看完以后,把书还回来,再把押金给他 如果他不还书,就当他用押金买书了,你不会有什么损失 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办法 夏哥,我做这个买卖,真的能赚钱吗?我想举小兰 来望,我敢保证,你肯定会赚钱的 是啊,来望,你就放心吧 官人说能赚钱,那肯定就能赚钱 官人,那如果来望开了借书店,楚生他们就不会继续抄路了吗? 他们还抄路的,有意义吗? 这借书店开起来后,买书的人可能就会变成两三个人了 你说他们辛辛苦苦抄路出来,还能赚到钱吗? 可是,到时候他们不抄路了 夏哥你的白娘子传奇故事还没讲完,后续就没人抄路了 这借书店从哪里收书呢? 来望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到时候你可以提高收书价格 比如一册书,你回收五十文钱 那么自然会有读书人抄路下来卖给你的 我明白了,夏哥,我现在就去找店铺去 对了,夏哥,你会借给我银两的,对吧? 当然了,我原本打算,这借书店你和狗爷两人开 既然狗爷不愿意干,我就借给你银两开吧 夏公子,我,我改变想法了 我觉得,我和来望一起做这个借书店就挺好 当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想要 我就是想帮你教训一下那个厨胜 夏公子,你可千万别阻挽我 这个事情我做定了,我现在就和来望一起去 这家伙还真是不要脸啊 狗爷,你刚才不是说这个生意你不会做的 夏公子,港财是港财,我港财没有想好 毕竟,夏公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还是算了吧,狗爷,我已经和来望说好了 夏公子,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不好 刚才都是我的错,我是真的想帮夏公子做点事情 夏哥,就让狗爷和我一起做吧 哦,你确定吗 嗯,夏哥,我确定 那好吧,来望既然你愿意,那你俩人就一起做吧 谢谢夏公子 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来望 来望,谢谢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